大家好,我杨风,今天2月20号,大家新年好。 缅甸的局势依然动荡,形势变得更加复杂。 并且,现在的局势,变得有一些剑拔弩张。 支持昂山素季的民众,不断地示威抗议,和军政府对立。 而在外部的美国,也出现了想要动手的样子,可能会出兵干预。 那么,中国的态度,许多网友都非常关心。 尤其是,缅甸就在中国的旁边,中国在缅甸,有重大的战略利益。 我们也有网友,是来自于缅甸,并且还留言给杨风,希望杨风能够再谈一谈缅甸的局势。 首先,杨风要跟大家说的是,缅甸这一次的动荡,和2014年,泰国政变有什么不同? 两者同样的,都是掌握军权的,推翻了民选的政府。 但是,为什么?那一次的泰国政变,美国并没有干预。 而这一次的缅甸政变,美国的态度却是那么强硬。 这中间的差别是在哪里? 2011年,泰国大选。 英拉所代表的政党,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 但是,讽刺的是,虽然英拉的政党,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,取得了政权。 但是,反对了领袖,泰国民主党的竖帖,却在2013年,联合一些在野的势力。 所以,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抗议活动,那就是著名的黄山军,以及支持英拉的红山军的对抗。 那时候,杨风都劝朋友们,不要去泰国玩,太威胁了。 万一碰到街头的两军对抗,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由于红山军和黄山军对抗的太激烈了,出现了许多街头的冲突情形。 于是,泰国军方就出面干涉,由军方控制的泰国宪法法院,解除了英拉的职务,接管了政权。 不一样的地方是,虽然这是泰国军方的政变,但是泰国军方背后的势力,支持者是泰王。 军方是听泰王的。那时候,老泰王,还在。 老泰王,在泰国人民心中,还是具有崇高的地位。 所以,那时候,没有产生很大的争议。这是第一个不同点。 第二个不同点。 美国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积极,并且还对缅甸军方,下达了最后通牒,必须要立即无条件的释放昂山数据。 这里有两个原因。 第一个原因,美国自认为是全球民主的推动者,是民主价值的维护者。 其能够容忍缅甸军方,这样肆意搞政变,来破坏民主。 第二个原因,这就跟美国的现状有关了。 上个月,1月6号,美国发生了国会暴动事件。 当时的美国国会,正在为去年11月3号,总统选举的结果,进行选举人票的认证。 结果,遭到川普自治者,闯进了国会,阻挠国会的认证工作。 这一次的事件,被视为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污点。 美国的民主,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 而民主党和拜登,也都同声谴责。 美国身为全球民主国家的代表,被誉为是民主的灯塔。 竟然发生这种,通常是在第三世界国家,才会有的选举暴动。 这是美国民主价值的崩落。 拜登还因此说,这是近乎于煽动叛乱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 因为拜登认为,这些群众冲入国会大厦的目的,就是要阻止对拜登当选总统的认证。 那就无异于是政变,或者是叛乱。 而美国民主党,也因此发动了对川普的弹劾。 请参考我们1月8日的视频。 美国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场景。 美国价值崩落,中国逆势而上。 所以,当缅甸发生这种军事政变的情形,美国就尴尬了。 因为,缅甸军方宣称,之所以会接管政权的原因,就是因为, 缅甸的执政党,在去年11月的选举的时候,出现了选举舞弊的情形。 但是,执政党都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这种情形,不愿意去处理。 这种情形,就跟川普指控拜登团队选举舞弊,这是一样的情形。 拜登身为美国总统大选的当事人,那是更为尴尬。 缅甸军方,这岂不是哪一壶不开,而提哪一壶吗? 这是刺到了美国的痛处。 对美国来说,这又给了美国干预的好借口,给了美国干涉的动机。 第一,如果美国这是能够迫使缅甸军方屈服,释放昂山素季,那么美国就可以扳回一城,让全球都知道,美国还是那个美国,美国还是全球民主国家的维护者,美国仍然是可以信靠的,这是非常重要。 第二,美国可以指责,或者是暗示,这是北京在幕后支持,所以,北京是反民主的。 第三,如果缅甸军方拒绝,美国可以考虑出兵,带着英国,法国,还有澳大利亚等盟国,一起来出兵,美国又可以借机练兵,再度回到国际领袖的身份。 另外一方面,美国又找到了一个失利点,能够介入东南亚事务。 介入东南亚事务,有什么好处呢? 第一个好处是,可以拉拢东南亚国家,来围堵中国。 第二个好处是,如果能够从中劝说一些东南亚国家,重新考虑RCEP的签订,那么就可以破坏中国对RCEP大经济圈的计划。 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,送给了美国。 虽然说,对美国来说,是一个大好的机会,但是也是有风险的。 如果缅甸军方拒绝了美国的要求,然后美国又不出兵,那么美国将会丧失威信。 如果美国要出兵,那么风险可能更大,会造成更大的问题。 虽然缅甸军方面对美国的武力,可能是不堪一击。 但是,出兵的风险大。 美国的疫情,这是严重的时候,如果陷入了地面战争,疫情的传染风险是更高。 而在联合国安理会,美国未必能够获得通过。 如果美国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,将会失去正当性。 这并不符合民主党向来的政策。 中国也未必会同意。 现在来谈中国方面。 缅甸这次的事件,给中国添加了不少的麻烦。 外界,有一些人认为,北京支持缅甸军方的政变。 网络上,竟然也有一些亲中的媒体和视频,也认为这是出于北京的支持。 杨风在2月2日的视频,是哪一国说是缅甸军方政变? 就已经说过了。 第一,这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。 中国长久以来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是,不干涉外国的内政。 尤其是国外的政权更迭。 中国肯定是不会干预的。 第二,缅甸的政局不稳,这对北京不利。 北京在缅甸有一些经济建设计划。 如果缅甸的政局动荡,会造成这些计划停摆,不利于北京。 这正好是顺了美国的意。 北京在缅甸有哪些经济建设计划呢? 第一,中缅铁路建设计划,都已经谈好了,就等着开工。 一旦中缅铁路建设完成,那就意味着,从中国云南,就有铁路可以直接通到缅甸港口,直通印度洋。 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,以及经济上的意义。 对缅甸来说,也是如此。 中国在缅甸,还有一个油气管,可以从中东进口的石油,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,直接从缅甸港口上岸,输送到中国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,还有着美光河流域的开发案,让美光河流域沿岸的国家,和中国紧密联系。 缅甸,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重要支点。 同时,中缅双方,也在搞中缅经济走廊计划。 基于这些原因,一个稳定的缅甸政局,对中国是有好处的。 中国并不希望看到缅甸出现乱局。 就算是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民主联盟,这几年也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。 一些经济建设计划,都是和昂山素季谈的。 本来,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,美国所带领的西方国家,支持昂山素季。 但是,西方国家对缅甸的经济发展,却是爱莫能助。 于是,昂山素季就采取了务实外交的政策,访问北京,来商谈两国经济合作。 昂山素季在2016年和2017年,接连访问过北京。 这就是昂山素季所采取的务实做法。 因为昂山素季知道,要发展经济,只能够找中国帮忙。 虽然,这也让美国相当失望。 杨风也说过,美国在东南亚一毛不拔,这是不行的。 缅甸的动荡,不利于中国,现在又面临着美国会出兵的风险。 那么,中国要怎么来应对缅甸的变局呢? 2月17日,中国驻缅甸大使,接受了缅甸好几家主要媒体采访。 北京表达了,要促进事情,取得积极进展。 这是北京到目前为止,最为积极,最为肯定的信号。 这等于是,北京正式的表态,北京要介入缅甸的局势。 注意一下,既然是对缅甸好几家主要媒体采访。 这就表示,北京的说法。 第一,这是面对国际所做的宣示。 第一,既然北京介入了,那么国际间就不要采取莽撞的做法。 这是针对美国的。 第二,同时,这也是面对缅甸国内的群众。 北京会尽力负责地,来帮助缅甸处理这样的棘手问题。 北京这一次的做法,非常重要。 也来着正式时候,如果晚了,局势可能会更加动荡,局面会更加混乱。 重要的是,北京等于是暗示美国不要轻举妄动,美国不能够随意出兵。 或者说,北京的立场是,不会任由美国出兵缅甸。 其实,杨风认为,从战略和谋略的角度来看,北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,立下一个规矩。 在中国周边的国家,周边的事务,任何国家都不能够轻易介入。 凡事,都要先跟北京打个商量。 杨风这个说法,有点类似于,美国在19世纪所宣告的门罗主义。 不过,北京可以说得婉转一些。 怎么样的婉转法呢? 北京可以说,这是攸关中国的切身利益。 凡事损害中国切身利益的,都需要先和中国商量,先打个招呼。 要不然,中国身为区域的强权,是干什么的。 北京要慢慢地立下规矩。也许不是一触可击。 但是要显示出态度,慢慢地做。 不能够任由西方国家,任意地践踏中国的切身利益。 这就好像俄罗斯一样。 俄国对于周边的国家,视为势力范围。 如果美国出兵到俄国的边界,你看,俄国会不会关切。 杨风举一个例子。 2014年,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东部的克里米亚。 就是因为北约的势力,已经升到了俄国的家门口来了。 那么,北京在过去,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? 当然有,朝鲜。几十年来,朝鲜等于一直都是在北京的保护之下。 北京还因此打过韩战,与美国所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对阵。 如果不是,朝鲜的背后有中国在,美国老早就发兵打朝鲜了。 不至于等到现在,朝鲜都已经发展出了核子武器。 所以,北京这一次,是先借由缅甸大使的宣告,来向世人展示。 第一,大家不要轻举妄动。 第二,北京会出面,来帮忙处理。 杨凤认为,北京想要真正的大国崛起,就必须要告诉美国,不能够出兵。 杨凤也认为,北京会这么做,可能会经过婉转的方式,或者是在两国商谈的时候,直接告诉美国。 而同时,北京也必须要尽力处理好缅甸的乱局。 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。 这样,才能够彰显出大国的风范,显示出大国的能力。 说到这里,有什么解决的办法,要如何来解决? 既然缅甸乱局的原因,是因为缅甸军方认为,去年11月的选举,有舞弊的情形。 那么,就针对选举来处理。 毕竟,在2015年的选举,昂山素季的民主联盟,赢得了70%的选票,获得了大多数缅甸民众的支持。 但是,不要针对选举是否有舞弊的情形去彻查。 因为这是旷日费死的工作,炒不完,也不能够,无法在短时期之内,就解决问题。 另外一方面,缅甸军方也答应过,在一年之后,重新举行选举。 北京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,让缅甸军方把选举的时间提前,可能是在几个月之内,就举行选举。 同时,由中国和美国几个国家的代表,再加上,缅甸各个政党的代表,来共同监督这一次的选举。 这样,让各方所关切的,都能够照顾到。 另外一方面,我们在之前的节目,是哪一国说是缅甸军方政变? 在这一期视频,我们也说过,这一次的事变,应该是缅甸军方,觉得自己的利益不保了。 因此,可能也要督促双方,不能够秋后算账。 这一次的缅甸示威,许多示威的群众,他们的标题是英语的。 为什么? 这不是给缅甸的群众看的,是要给外国人看的,给西方人看的。 显然,示威的群众,以及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民主联盟,就是希望国外干涉。 这可以理解,因为对他们来说,这是唯一的希望,这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 最后,杨凤要来谈一谈,缅甸的外力干涉问题。 缅甸的经济发展落后,在东盟十国中,缅甸的经济是在末尾。 这与过去,缅甸军政府长期执政有关。 但是,就算这次的事变,过去了。 昂山素季的民主联盟,也赢得最后的选举。 但是,这并不表示,缅甸今后的前景,是一片光明。 缅甸今后将何去何从?缅甸是否能够自主地发展? 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。太多的外力干涉,绝对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阻碍。 在缅甸,有太多国际势力的干扰。 早在英国殖民时期,英国人把在南亚的罗兴亚人,迁移到缅甸来,搞什么疑质疑的政策。 其实,就是不怀好意。 这是制造种族问题,制造族群的对立。 2017年,缅甸迫害罗兴亚人,造成几十万,甚至于有说法是120万人的难民危机。 但是,迫害和屠杀罗兴亚人的行为,不是只有军方而已。 昂山素季和执政的民主联盟,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。 这不是执政党的反民主行为吗? 许多人都以为,因为地缘政治的缘故,缅甸是美国和中国在那里较劲。 其次还有印度,日本,以及美国所带头的一些西方国家。 过去,中国在缅甸有一些经济建设计划,比如水坝的新建,采矿,还有木材的开发等。 但是最后,都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给搅黄了。 因为这些国外势力说,水坝的新建,采矿,还有木材的开发等,会破坏自然环境。 中国人只是想要缅甸的资源,利用缅甸而已。 所以,有许多人说,缅甸是一只白眼狼,拿了中国的好处,最后却停止这些建设,让中国损失了不少的金钱。 这些外国势力的说法,听起来很有道理。 但是,说这些建设不好的外国势力,却没有拿出钱来,来帮助缅甸发展经济。 这不是很讽刺吗? 所以,虽然说,杭山素季所领导的民主联盟,在2015年,获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。 但是,五年下来,缅甸的经济发展,也没有前进多少。 这才是缅甸人应该思考的地方。 至于缅甸的邻国,东盟国家的伙伴们,对于缅甸的事变,却是三间其口。 有两个原因。 第一个原因是,泰国也有军事政变,有军人执政的历史。 而辽国,柬埔寨,还有越南等。 这些国家,也是威权执政。 所以,他们比较能够理解,也知道执政的不容易。 缅甸的局势,能不能够很快地稳定下来,我们只能够期待。 但是希望,缅甸不要变成下一个叙利亚。 走向长期的内战,长期的纷争,以及长期外国势力的干扰。 这方面,需要缅甸人民,以及缅甸的领导人的智慧。 希望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。 拜登上任已经一个月了。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,在国际外交上,拜登并没有少做事,而是相当积极。 又是G7的峰会,又是北约国防部长视频会议等等。 那么,拜登有没有办法翻转目前的局势呢? 我们在1月7日的视频,美中博弈,中国渐渐取得了优势。 各国对美中的风向,可能要改变了。 拜登是否能够成功地劝说盟国,来共同对付中国。 按照拜登的说法是,大家一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。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阳风视频。 提醒您,我们的节目是有字幕的,简体字和繁体字都有。 在视频的下方,有一个连结,可以教您如何打开YouTube的字幕。 也请记得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,这样您才会收到新节目的通知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们下期再会。